Hello,大家好,我是雷永轩荣 今天我们来说说行善 我们之前在好多期的节目里头都跟大家说过 关于行善积德,对吧 做善事 但是行善我们也是有技巧的 就是说不是我们随便什么时候想发善念 我们发个善念 然后发个慈悲 然后就可以救人 这样就是大家都好 其实不是的 就是当我们的大智慧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随意动善念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动的善念 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头 我们认为是做善事 但实际上很有可能做的反而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的大智慧还没有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 只要我们不发恶念就是最大的行善 来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像这个蛇,对吧 这个蛇它会经历冬眠 这个蛇在一个大冬天 有一个人看到一个蛇全说在那里 感觉这个蛇动得不得了了 然后上去把那个蛇抱起来 然后暖暖暖 好不容易这个暖了半天暖活了 对吧 这个蛇给了这个人一口 咬的这个人 哇哇叫这个蛇还跑了 然后这个人就说 哎呀这个蛇怎么这样 对吧 我救了你 你还咬我是吧 实际上是这个人 他不懂蛇性啊 对吧 这个蛇要经过这一冬 经过这一冬 首先它在冬天的时候 全说在那里冬眠 就是储备自己的能量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能量散发出去 这个时候就可以安稳的安然的度过这一冬 对吧 同时他要用这一个冬天好好的来历练自己啊 磨练自己的意志 对吧 这一冬他都能撑得过去 以后这个遇上再冷的天 他也没事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人呢 他会觉得 哎呀我是发了慈悲 做了善事 但对蛇来说 他是去害这个蛇 对吧 再举一个例子 你像这个狗 狗的脖子上有一个项圈 对吧 这个有一个人 假定这个人看到这个狗 脖子上这个项圈 然后感觉 哎呀这个狗多不舒服啊 是吧 怎么能这样呢 我要过去给它解开 当这个人过去 要试图给这个大狗 去解这个项圈的时候 这个狗咬了这个人一口 对吧 这个人啊 又出来一个不长心眼了 对吧 然后这是狗的原因 还是这个人的原因呢 其实对这个狗来说 这个项圈啊 就是他的主人 给他的一个项链啊 对吧 因为狗姓就是忠于主人的 除了主人之外啊 谁也休想动他的那个项圈 对吧 谁要动 我就给谁拼命 对吧 但是这个人他不知道啊 对吧 他觉得哎呀 我要发慈悲 我要去救这个狗 对吧 结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结果让这个狗啊 还觉得哎 这个人想干什么 对吧 哎 所以呢 就是当我们想发善念 要做善事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想一想 哎 我的这个慈悲啊 我的这个大智慧 道不到啊 是不是 我能不能看透这个事情的本性啊 如果我能看透事情的本性 我有驾驭这个啊 这个善念 行善之后 可能带来的后果 给我造成的这个后果的这个能力啊 我就行善 如果我看不透事情的本质啊 驾驭不了之后 这个后果能够带来的这个这个结果啊 我就不要行善 那有句话 叫宁愿救虫 也不要救人啊 就说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在救这个 我们在仕途想要去救这个人的时候啊 这个人 他为什么会陷于这种困境里头啊 一是由于他的这个各 这个各种各样的业力 对吧 还有一种可能是 就是他在命运里头 就需要经历这样的障碍 对吧 才能啊 有助于他的提升啊 但是有的人他大致会没到 他觉得哎呀 这个人需要我救啊 我一定要去救他 结果救完之后 给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啊 毁了自己 对吧 就是因为一 他没有了解到啊 这个人对吧 他经历这个是因为他之前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 他正在承受这个果报啊 对吧 第二就是说哎 这个人人家这么试图通过当下的这个事情 来帮助他消除之前的这个障碍 对吧 但是啊 这个人他不知道哎 他去帮他消了 结果呢 哎 之后这个人好了之后 哎 他没有从这一次的苦难中学习到领悟到 所以最后他只能拿这个救他的这个人来开刀了 对吧 啊 这就是为什么人性如此贪婪啊 就是你给他一 你给他一尺 他还想要一丈 对吧 哎 你救了他十次 结果最后你有一次没有救他 没有帮他 坏了 他心生忌恨 最后再把这个救他的人给算计了 对吧 所以好多人的苦难啊 都是源于一开始救了一个人啊 这个人之后就开始害他啊 并且害得他戚戚惨惨啊 这就是人性啊 这就是规律啊 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就是在二战时期啊 这个德军当时是迫害这个犹太人对吧 然后有这么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啊 然后为了救他们的孩子啊 然后就想哎呀 把孩子托付给谁呢 托付出去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这个德军啊 给这个抓走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想到哎 有一家人啊 是他们一直去帮助的这么一家人 然后还有一家人呢 是之前一直帮助他们家的一家人啊 于是这夫妻就想哎呀 到底把孩子托付给谁呢 后来啊 经过啊 苦思冥想就说哎呀 我们就把孩子啊 托付给之前我们一直在帮助的那一家人嘛 对吧 我们之前帮了他们那么多忙 他们总不会付我们吧 对吧 哎所以最后夫妻二人就把孩子托付给了他们 结果这夫妻二人刚被抓走不久啊 他们的孩子啊 就被啊 就是他之前他们曾经多次帮助救助过他们的那一家人啊 就给出卖了啊 就把他们的孩子就就直接交给了德军 所以通过这个故事咱们就能看出来啊 在大多情况下经常帮你的人啊 不一定会害你 但是你经常帮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啊 十有八九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你背后给你捅刀子了 呵呵呵 所以行善有风险 救人需谨慎啊 好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张志顺老道长身上 张志顺老道长大家还记得啊 就是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给我们传授这个金刚八步宫的那位老道长啊 这是张老道长这个亲述的真实的事件啊 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啊 当时所有的这个人心叵测啊 就是人斗人的那个年代啊 那当时呢就是这个道士啊 因为道士好多这个基本上道士也是医生啊 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呢就是道士和尚都是不准行医的 哎 他们要是想行医就得偷偷的去啊 所以呢这个张老道长当时呢也是就把自己的这个这个衣物这一块啊就给收了啊 就潜心了修行就好了嘛 就在山里 但是这一天晚上啊有这么一对母女啊 就跑过去以后哎呀 连哭带下跪的就求这位老道长啊 就说哎呀他们的儿子啊 就是医院各个医院都治不了啊 就是得了绝症啊 眼看就要不行了啊 所以请他一定要下山啊 帮他们救救他们的儿子 当时老道长一看哎呀 这母女那么可怜对吧 然后心里想救人一命圣造七级佛徒呀 对吧 于是啊就带上啊这些工具啊 就连夜啊 偷偷摸摸的啊 偷偷的连夜随他们下山啊 就一起去帮他们的儿子这个治病啊 然后就这么来来回回就治了三回哎 这个医院治不了的病啊 就是说绝症的这个病啊 被他给治好了 结果谁知道刚治好没多久啊 那个人刚开始活蹦乱跳之后啊 就是他治好的那个那个男人啊 之后反而成了去逗他的这个人啊 就说哎这个这个老头啊 这个看病不收钱啊 所以肯定啊是个妖艺啊 所以就想尽各个办法啊 叫了好多的人过去批斗他啊 所以就把这个张老道长搅和的就非常的烦心啊 所以给他带来了好多的这些痛苦啊 所以当时呢这个张老道长就非常的失落啊 陷入一种哎呀非常的这个失落状态 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成这样了对吧 于是啊他就一个人啊就非常沮丧的跑到这个小河边 把他的这些针灸的这些工具啊就刷一下 全给扔到河里了 当时在河边还有一个老头看到他他坐着一下 说哎你怎么把这些都好东西都给扔了呀 张老道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 就说哎呀这个人心坏了呀 什么都治不了啊 所以就是人心叵测呀 所以就是在任何时候啊 我们要去做善事之前 我们都要想一想啊 我们是否能够拥有这个足够的大智慧 就目前这个事情我们能否看透它的本质啊 如果我们感觉我们看不透它的本质 然后又不能承受我们行善带来的这个结果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后果的话啊 我们就轻易不要去做这个善事啊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整个的修行中 只要我们不去发恶念啊 就是最大的行善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并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说出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同时转发给你更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时在IP的后期看我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